没有太大的必要 小卡一下吧 然后就 走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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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被围堵 三抓一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对方剩未比你钱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对方很有可能会搞你 看一下金蝶 紐蝶跟GBL 然后KDF想过来 紐蝶是有个原点架枪的 明明是原点抽到了GBL一个 这里拉出来提前 直接被 因为还有一个补枪给完成了 可惜男男被补了 是的 已经打三个了 看到人 只有一个 其实在这种的遭遇战当中 一换四还能够接受吧 确实 他是不是把17的 后半部分的车队也给拦截了呀 把那个FTY的后半部分的车队 哦 FTY现在 他想 对 他想绕一下 他之后到了 咋拿他的脸上 是的 哎 过点 老G是把黑兰打下来了 这样的话 给队友先封克一克雷 想把人补了 但是原点送出枪 把老G打掉 这样的话 他进点是少人了 他两个人都救不了了 因为其他的队友都已经进圈 到圈中心了 嗯 这样的话 出席少两个人 远点走子圈 找到一个落单的南部 这么远的距离 你明明你直接收起刀落 这个我觉得可以 可以吃 搞一搞了 是的 Pero这个时候要不急 慢慢来 但是他外面有队 其实GFY把他四个脚包起来 是的 先扛先扛 绕一绕 确实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还是冷静了 我担心的就是 GFY有两个顶尖的连举手 然后又有 抓到机会吃到一个弱侧 是 Pero動很快 Pero 同样的 Ginji也是抓到机会 来到马路大仓 但是故意的时候 崔奇要被Loki打掉了 这个是回原的过程当中 被DK 穿过他直接往那个圈形的右侧去 现在圈形右侧就是个弱侧 没什么队伍的 是的 他贴边斜角 看看近点 USG来到了DNAWA的脸上 一个服速之客 还是被DNAWA接住 而且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分数 全被拿下 瞬间裂开着USG 现在USG还剩一个独狼 独狼还没在包围圈内 实施今天第一把的角度 非常的快 以快为主 Legos瞬间先秒杀一个 将小路打掉 想让雷补 但他自己 这个位置窗口也不能待很久 正好队友是开了门 让小路爬进去 阿伟在防顶的过程中 打了一个侧身 将... 都不动就是对的吧 是的 世界冠军的选择 他可以去代言残屁 现在DNAWA肯定是要将矛头全部对整 结合还原 目前GFI毕竟不是满边 立足卫武 这颗雷 人过去 拿下北边的控制拳 小杜从车底钻过来 就在脚下 这个雷是刚刚好 而且也不太好避 周围没有更好的掩体 空位3 神经病毒 是的 看阿多默阿多默 这个穿过你 差一枪 透烟有个小的一根 小型蓝布第二颗雷 这个很难受 我蓝布 车要炸了 感觉是时间问题 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是的 这不是圈中心吗 天路 天路这个时候导人 这就是原点对枪出现的问题 再看继续聚焦 经典的战斗 满团一丝血 打不了药了 他想补人 没有能够成功 嗯 因为在这个Danawa处理 都选了主动的打进点 这个Newap看到Danawa 在这里打下 真的是好兴奋 想过来搞一搞 一直在看 哈哈哈 一直在看 哎呀 凯伦被打掉了 而且这个位置服不了 要被补了 一枪一枪点 看这个人头 这个人头还是队友帮补的 是的 DG98 前VSC的选手 也是冠军 终于终于 蓝圈快来了 赶紧打 只有一个人在围墙一打一 有个问题 好像是刚天霸有队 哪一方有个技巧 打了小鹿 是的打了小鹿 哦 防御区的实际 这个也Forever秒了 偷皮枪 暴击了 这太夸张了 天霸已经准备接受战场了 没错 这两个都有打完 肯定是天霸获益的概率很高 因为天霸本身就人少 这一波 要是再不拿点分数 这把就有点难推了 嗯 这是他们拿分数的唯一的一个机会 对 嗯 正面的话是DK的一波推边 脸上是有F圈两个人 但是屁股后面是有KDF在 小鹿被击倒 实际打完了 有点难顶了 天霸应该要上了 哦 实际这里要跑蓝圈 天霸做防守 已经好像把天霸带走了 瞬间的事 秒了 对 对 担心的就是天霸 天霸还没有发现屁股会没来人呢 没有 他注意力相当之集中 我看他所有的镜头都在看17那个方向 因为天霸是跟FM同时 在二位置是有人的 而且就是天霸当时来的时候 他是圈边 而且那个时候天霸还在圈 然后被圈刷了 天霸被刷的蓝白之间 他就过来了 就是天霸的信息天霸应该是不知道的 而且这波团阵确实图好久了 那看一下天霸这里 淘汰了马云龙 哇 大混战 群星的左侧 一直从南到北都在打 是 因为DK在冲锋FTY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人员上皇 给KDF一个包围之势 后续的尖辑徒步过来 想要找麻烦 看他原地有个分数 可K 这是SR打的 是的 已经K掉了 应该是尖辑跟GX 会把KDF卡得他不好进圈 然后 这个人都是非常年长的选手 TUHOT 宋江 掐PU 只有DC98稍微年轻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掌握了 最后一个人头 加 其实在EAN内封了个自闭烟 没有任何事业 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 是的 我看幻神有一点想过来 你给投资就完事了 你给投资就完事了 UIP对这个地方已经想了很久了 心心念念 但是有点远 而且打完了 打完了那没必要 走吧 换神 原来比现在位置太好了 不要紧 但是车速比较快 看他去哪里 去小佐的怀里 KDF直接拿到Penry的脸上 总体直接击了两个 KDF又没了 真的天赋 这是真的天赋 不过小佐只拿到了一分 就人头上来 只拿了一分 有一分被天鹿给K了 嗯 问题不大 已经吃到排名分了 只剩END的一个人 END去突围 GENG嘛 但GENG这个时候被击倒人了 我来看看三万分 你这段二手 可能想到New Happy 最后已经吃到这个圈了 是 真想象不到 看到二圈的时候觉得 但是New Happy这个选择 就看得出来是有意为之的 对 GX也是被元年的这种连局 抽得站得站不起来 SR最后 全是天鹿的枪线好像 天鹿现在在防区里面 就是有失无恐啊 随便抽 这把已经是K 呃 扣了六分了 这分有多少是自己击倒的呢 确实 但他这个位置就是 挺难混的 是的 是的 首评已经在抽监记 哎 呃 旁边有队友吧 有队友应该可以扶一手的 但是 这时候就看小佐自己发挥 这里监记是上不来的 是的 SB2的分数还是被小佐K了 现在只剩Indonix 这没有梦想吗 Indonix 没了 单挑你就不给分了 他直接不给分 这就是你没有办法 达到左子轩高度的原因 打药 硬撑一些 打不了 打上去了 是的 他想法就是我多撑一秒吃一秒吗 是的 哇 这边被捕了 啊 这个是好像是 扶起来之后再被击倒 然后被捕的 是掉了个皮毛 一个手来 诶 从头想走 诶 这是2Heart 放到了焦羊 2Heart 是正面 集火位啊 2Heart 集火位放到了焦羊 那就看这个路上 打残 就这里了 这个就很难操作了 哎 诶 但是 他过坡了 坡上漏了一点 原点的宋江是把萨塔打了 这波BGP肯定是要抓机会往前顶的 是的 稍微小漏了一点头皮吧 应该是 BGP来了 天女散花了一波投资物 焦羊把最后的换身解决掉 现在是一波四打三 已经救起来了 时间比较紧 是的 天鲁拿到这个位置 还拉回来打一波拉扯 中枪再出枪 哇 全是雷和闪 好像没有太大突破空间 是的 你只要上坡你就得没 哇 这波就是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地的 是的 被围了 对